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结婚八年来,霍启刚和郭晶晶夫妇一直以模范夫妻姿态示人。 霍启刚更是郭晶晶的最大粉头,婚前婚后都像老婆的小迷弟一般, 对老婆的爱意和骄傲时刻要从眼中溢出来。 夫妻俩的恩爱程度让人羡慕,而近日,霍启刚再度展露迷地本质。 小八又冷不妨,被两人撒了一嘴狗粮。 众所周知,郭晶晶婚后便回归家庭当全职太太, 但她的成就不只是将三个子女教育得好, 与其说她是全职太太,不如说她是全能太太。 近日,郭晶晶就跟着霍启刚到访了一家有不少残疾人员工的餐厅, 算是陪着老公一起工作了,为帮忙宣传这家餐厅。 夫妻俩全程仔细耐心地听着负责人对餐厅的介绍和讲解。 跟往常一样,两人打扮得都非常朴素简单, 不愧是豪门夫妇中的清流。 尤其是郭晶晶,嫁入豪门后却成为非典型阔态。 当天她穿着白色短袖和牛仔裤轻装上阵, 马尾随意地绑了起来,显得整个人清爽利落。 霍启刚和郭晶晶的精神状态都很不错, 在镜头前神采奕奕,但也不难发现, 去年才刚生完第三胎女儿的郭晶晶, 如今身材还没有恢复到最完美的水平, 只见她的手臂有些圆润,下肢也略显发福, 腹部略微凸起,正因为看起来发胖了些。 甚至还有网友猜测郭晶晶是不是又怀上了第四胎, 除了打扮简约朴素,在跟负责人交流期间, 郭晶晶也毫无贵妇嫁子,态度非常亲和, 不时跟对方点头微笑示意。 而霍启刚在镜头前更加自然, 没有老婆那么拘谨,和负责人热烈地攀谈, 交际能力可见一番, 不过郭晶晶在镜头前向来低调拘谨, 前不久夫妇俩和赌王女儿何超仪及一群明星一起看剧, 在大合照里,郭晶晶也是站在最角落, 显然无意成为焦点, 因此在这次探访餐厅时, 也是霍启刚占据了主导地位。 在交谈了一阵后, 霍启刚和郭晶晶决定尝试冲咖啡, 夫妻俩轮番上阵, 先是霍启刚拿起工具, 开始自己的表演, 结果因为不熟练而显得有些笨拙。 接着轮到郭晶晶上场, 两人完全不是同一画风, 身为奥运冠军的郭晶晶, 连手冲咖啡都表现得有模有样, 丝毫看不起来是第一次尝试, 非常有范儿。 而此时霍启刚再度化身小谜地, 在郭晶晶身后竖起大拇指, 为老婆点赞, 眼神中还流露出满满的欣赏。 结婚八年, 霍启刚和郭晶晶频频撒糖, 今年更是发起狗粮攻击, 但小巴对这俩的狗粮是真的吃不腻。 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妈, 但金刚夫妇依旧浪漫, 偶尔撇下孩子过二人世界, 一会儿深夜约会, 看电影秀恩爱, 改天又在海边吃烛光晚餐庆结婚周年, 甜蜜暴击。 10月份的时候, 霍启刚为郭晶晶举办温馨的生日夜, 他晒出和爱妻的合照, 照片里两人一起捧着蛋糕, 霍启刚一只手搂住郭晶晶, 霸气又宠溺, 同时, 他还透露自己和老婆去看了最喜欢的音乐会电影, 红妻花样多多。 上个月, 霍启刚在社交平台晒出短视频, 明明是一期介绍文具的主题, 但当霍启刚看到星星折纸时, 又忍不住放闪, 表示家里有郭晶晶折好的星星罐, 炫妻属性再次上线。 狗死的时候, 没有一对情侣是无辜的。 虽然小巴总猝不及防, 被金刚夫妇强塞狗粮, 但对他俩恩恩爱爱的日常, 小巴还是喜闻乐见的, 至少他们身上体现了豪门里的感情, 不止有狗血, 还有真爱和温暖。 And, 他走了他走了, 右下角点个赞, 再走啊老板。